第1067章 夜城 远远看去 显得极为的巍峨壮观 这片石台之上的空间与别的地方也是极为不一样 这里显得格外的紊乱 那一大片的空间极度的扭曲 甚至隐隐间还有着一些漆黑裂缝蔓延而出 这片扭曲的空间不断会有着荧光泵射 而每一次荧光的出现便是会有着不少人影 从空间之中被吐出 然后落在下方的石台之上 这里居然是一片空间重动传送的集中点 扭曲的空间处又是一道银芒闪烁 一道消瘦身影自其中闪躲而出 玄机脚掌在虚空轻点 徐徐的落在石台之上 这被扭曲空间吐出的人影 自然便是那从天皇城赶来的硝烟 在落地之后 他也是轻轻松了一口气 目光扫过四周 特别是在见到那高耸的石台后 眼中也是不由得浮现一抹惊讶 这里便是终于吗 果然不愧是道银大陆的中心 光是连虫重的传送点都是这般大气 目光在那热闹的石台上扫过 小炎发现了不少身穿炼药师刨复的身影 当下暗暗砸舍 不愧是丹羽 在别的地方颇为罕见的炼药师 到了这里 却算不上什么罕见了 终于最新消遣 冰河谷开出天价 寻找恶难毒女 若是有能够提供其方位者 便是能够将冰河谷的天价悬赏收入囊中 就在硝烟心中暗探间 一道突然在石台上响起的吆喝声 确实令得他的颜色微微一变 旋即偏过头 目光顺着声音传来的声音望去 只见得一名身材弱小的男子 正捧着一叠报纸 然后将这报纸贴在石台之上的一些石柱上 此刻众人身旁正围拢着不少好事者 显然是对此人口中的所谓恶难毒体有些感兴趣 硝烟脸色略微有些阴沉 这所谓的恶难毒体 相比应该便是说得小一先了 只是没想到 那冰河谷为了寻找到他的踪迹 居然花费了这一般心思 眼神微微闪烁 硝烟也是环步走进那名弱小男子 手掌一驱 一股犀利涌出 便是将后者手中的纸张十一无手中 眼睛一瞥 上面画了一张女子的头像 虽说看上去略微有点模糊 但硝烟一眼便是看出了 纸上所画的 赫然便是小一先 嘿嘿 这位小兄弟应该是心道丹育的吧 此女子啊 可是传说中的恶难毒体 前一段时间在终于引起了巨大的骚动 不少势力联手阻杀 都是被他逃脱了 那名瘦小的男子冲着硝烟有些颤美的笑道 他虽然实力不行 但眼力倒是最卑的 一眼便是能够看出 面前的这位年轻人 不是他能够招惹得起的 握着纸张的手掌微微紧的紧 硝烟目光转向面前的男子 淡淡的说道 据说冰河谷的人前段时间与他交过手 在说这话时 硝烟随手丢出一袋金币 瘦小男子满脸惊喜的接过钱袋 脸庞上的颤美更甚 连忙说道 哎 这位爷说的没错 半个月之前 冰河谷的强者找到了恶男独女 那场大战可是相当惨烈 冰河谷出动了冰老 冰服两名长老 嘿嘿 这两位在中狱可是名头不小 实力皆是在六兄斗宗左右 眼皮抖了抖 硝烟的声音也是浑浑的变得低沉 问道 那结果如何 冰河谷出动的强者不少 但那恶男独体也不是省油的灯 居然是在冰河谷的围剿之中 杀了不少的人 并且还从冰老兵服两名长老手中 顺利逃生了 不过据消息得知 恶男独女虽说逃出了围剿 但也是中了两名长老的天兵悬掌 如今已经是身受重伤 所以冰河谷四处搜寻 给出了天价悬赏 只要提供一些有用的消息 便是能得到这些悬赏 那名瘦小的男子黑黑笑道 硝烟微微垂下漆黑的眼眸之中 寒意更甚 缓缓地说道 当时冰河谷围剿 恶男独女是在什么地方 哦 是在北方的陆河神剑 不过如今那里基本上 是被冰河谷的人包围了 他们怀疑恶男独女并未走远 但经过这么久的寻找 也没什么消息 那个男子老实地回道 抓捕恶男独女的难道只是冰河谷 原本呢 是有不少势力要出手的 但后来冰河谷被恶男独女杀了不少人 因此他们也是放出话来 一定要将恶男独女擒住 别的势力因此也不敢出手 所以现在的忠誉 再坚持不懈地捕杀恶男独女的 也就冰河谷了 萧炎表情默然地点了点头 手掌之上的纸张扑的一声 化为一团灰烬飘露而下 而且也是豁然转身 对着石台之外行去 走到石台边缘 萧炎从那解中将柳琴所赠的地图取出 仔细地查看了一番 辨明方向 然后目光转向北方 低声自语道 不管是洛神剑还是夜城 都是在这个风味 不过夜城最近 一天之内应该便是能够赶到 看来我要加快行程了 照先前那个人所说 小一仙此刻的情况 恐怕并非很好 想到此处 萧炎的心头便是杀意永胜 小一仙的实力 即便是掀开了恶男毒体的封印 也顶多只能与一名六星的实力斗宗看衡 但若是对方两名六星斗宗的话 那他必然不会是他们的对手 这个冰河谷为了擒住小一仙 看来也是使尽了手段啊 冰河谷 若是小一仙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萧炎便与你们势不两立 漆黑谋中杀意涌动 萧炎脚掌猛的一座地面 身形暴夺身空 玄机化为一道鸿芒 对着北方天际闪电般的夺取 夜城距离萧炎所处的地位并非很远 也就一天左右的路程 不过在中途时遇见一些城市时 萧炎也是有所停留 因为他需要收集售货 不过不得不说 丹玉不会是中州乃至斗际大陆的中心 这里的一切东西都远比外面更加容易寻找到 当然前提是你必须拿出足够的金钱 或者别人中意的换取之物 一路而来 萧炎停留了五座城市 收获却是有些出人意料的丰富 光是售货 他便是弄到了十二种 而且炼制躯体所需要的材料 也同样是被找到了不少 这种满赞而归的收获 倒是令得萧炎那阴沉的脸色 略微松缓了一些 赶路中 萧炎也是抓紧一切的时间 将那些弄到手的售货 除了将其中一些颇为奇异的售货 留作备用之外 其他的则是被其尽数裂入体内 然后逐渐地融入体内 那丝化身或火种之中 令得火种迅速扩展 戴德萧炎将最后一种受火 也是融入火种后 那远远的天边 一座深绿色的庞大城市 也是奄奄地浮现而出 这座城市坐落在一片平原之上 在城市周围 则是一片聪裕的森林 一条条通天大道 从森林之中蔓延而出 然后延伸至视线尽头 到了吗 望着那坐落在森林之中的城市 萧炎也是松了一口气 旋即新神移动 速度再度猛然加快 叶城这里的主宰者 便是那曾经显赫丹羽的叶家 当然 如今的叶家 却是早已不复当年的荣光 但却即便如此 受此的骆驼比马大 这叶城之中 依旧是没有什么势力 敢挑衅叶家的权威 身为这个城市的主宰者的叶家 则是盘踞在城市最中心的地带 那里千米之内 尽是叶家庄园所在 平日寻常人禁止入内 而其中的防御 也是显得格外森严 当然 这也只是对寻常强者而言 我绝对不会嫁给曹丹那个混蛋 此刻 叶家的议事厅中 正在发生着一些争吵 一名身着蓝衣的女子 正怒声道 那张精致的俏脸 此刻布满着怒火 胡闹 议事厅之中 一名轻衣老者脸色一沉 说道 如今家族是什么情况 你不是不知道 曹家也是五大家族之一 与我叶家正好是门当户对 而且曹丹 更是曹家难得以遇的炼药奇才 嫁给他 不仅能令得叶家 免除掉出五大家族的危机 还能为你寻找个好人家 即便真让我嫁给曹丹 难道便以为能够解决危机吗 曹家狼子野心 早就想侵蚀我叶家 这般做 不过是羊入虎口而已 来一女子怒声道 她的话 另得那名轻衣老者一致 宣迹沉声道 这不行 那你给我说说能怎么办 难道靠你嘴里的那个 什么嘉南学院的天才来拯救不成 你也太高看了别人 我叶家的危机 不是随随便变的一些阿妈挖狗 能够挽回的 而且你说了那人那么久 可曾见过他 我想那人恐怕早已经逃得没影了吧 其有胆量 然只这等事 文言 来一女子也是一致 一时间居然想不到话来反驳 阿妈挖狗也同样没兴趣 来帮你解除什么危机 就在来一女子无话可说间 一道冷漠的声音 却是突然的从大厅之中响起 熟悉的声音盘旋在耳边 来一女子仙视一正 旋即满脸狂喜地转身 望着那在大厅门口 环环浮现的一道年轻身影 惊喜地失语道 肖炎大哥 欲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 《斗魄苍雄》第1068章 1068章 叶家 大厅门口 一道鬼魅身影 欢欢浮现 淡漠的目光 扫过大厅之中的众人 然后顿在那名蓝衣女子身上 面色略幻 但声音却依旧是透着一分阴沉 新兰 为何会发生这种事 蓝衣女子赫然便是带 萧妍等人前往中州的新兰 而听得萧妍此话 最是明白她说什么 笑脸一暗 第一声道 对不起 见到新兰那安然的脸色 萧妍也是逐渐的冷静了许多 她的实力并不强 而且如今这叶家 看上去似乎也并好不到哪里去 即便新兰能够劝动他们 出手帮助小依心 恐怕他们也是没那能力 你是谁 究竟敢胡乱闯我叶家 新兰的声音刚刚落下 大厅之中的一名老者 脸色便是突然一沉 站起身来 对着萧妍怒声道 在其周围 还有着一些叶家的长辈 他们同样是怒视着萧妍 一些略显年轻的后辈 则是目光透着 些许幸灾乐祸 虽说如今叶家是为 但也并非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够前来挑衅的 更何况还是一位年纪跟他们相差不多的毛头小子 萧妍看了一眼老者 只是一名一星斗宗而已 看他所在的位置 应该在这叶家身份不低 但萧妍却并未对其有所理会 这大厅之中 唯一令得他能够提起精神的便是守卫的那名轻衣老者 看其周身那满意的磅礴斗气 想必应该是一名六星斗宗 跟我走 带我去找他 萧妍目光盯着新兰低声道 闻眼 新兰一咬银牙 然后用力的点了点头 他将小一仙二人带掉中轴 但却并未给他们相应的保护 反而在小一仙落入险境时 毫无出手之力 你这个小辈 放肆 被硝烟无视 先前怒喝的那名老者 脸庞的怒火更盛 手掌狠狠的一拍桌面 只听得砰的一声 坚硬的桌子被爆裂成一地的坟墨 群技袖跑一挥 身子后面的椅子便是带起一股狂猛的劲力 对着硝烟飞射而去 硝烟面无表情 而当木屹在进入其周身帐序距离时 却是听得扑的一声门响 毫无预兆地化为漆黑色的灰烬 飘飞而下 见到这一幕 大厅中不少人在脸庞 都是闪过一抹诧异 显然并未料到 那位看上去年纪轻轻的小子 居然还有这么一手 原来是有两把刷子 难怪敢来我叶家放肆 不过今天老夫倒是要教教你这后辈 什么叫做敬老 乔登木以诡异的焚毁 那老者双眼须眯冷笑了一声 眼中的怒火更盛 旋即脚掌一跺地面 身形闪电般的对着硝烟抱夺而去 干枯的双掌之上 有着一股诡异的绿色火焰涌出 四长老住手 新兰见到这老者居然说动手就动手 翘脸也是浮现一抹苍白 急忙说道 然而对于他的声音 那四长老却是理也不理 他性格呀本就有些暴躁 如今野家面临这等境地 更是令得他烦躁 如今一个不知道 从哪里冒出来的猫头小子 居然都是敢跳到他头上来了 这如何令得他不怒 萧炎大哥 快走 见到四长老并未停手 新兰连忙转向萧炎 急声道 叶家如今虽说情况不太好 但两三名斗宗强者 还是能够拿得出来的 若今天他们真是想要抓住萧炎 恐怕以后者的能力 还真是难以逃生 对于新兰的叫声 萧炎同样是未曾理会 双眼望着那携带着一股 炙热进风而来的老者 细黑毛中也是夺过些许寒意 这段时间 他同样也是因为担心小一仙的处境 而心境不佳 这老家伙 算是真正的撞在了他这枪口上了 小子 等我将你擒下 再将你送到长辈面前 让他们好好管教一下 四长老身形一闪 便是在众多看好戏的目光中 出现在萧炎面前 手掌猛然紧握 一团碧绿色的火焰熊熊燃烧 然后一拳狠狠回出 这一拳并没有丝毫的花哨 但那股旁博的尽力 却依然是带起一道低沉的阴宝之声 泛着火焰的拳头 在漆黑的眼眸中迅速放大 拳击萧炎手掌倾抬 然后曲曲弹开 在大厅之中所有的目光注视下 叶家四长老拿泛着绿色的火焰拳头 直接是精准的轰击在萧炎手掌之上 然而还不带一些人欢呼出声 便是脸色僵硬的发现 那身形销瘦的秋年 居然连身体都是未曾颤动 而且四长老拳头之上的那团绿色火焰 在一接触到硝烟掌心时 居然便是犹如遇见了什么可怕的东西一般 在一道道目瞪口呆的目光中 自动熄灭 整片大厅都是在此刻变得安静了下来 那些原本幸灾乐祸的叶家族人 此刻更是面面相去 眼中有些难以置信的味道 四长老虽说并非是叶家最强者 但好歹也是一名斗宗强者 面对着他如此强力的乙击 即便是放眼叶家 能够如此轻易接下来的人 也是曲折可数 管教的话你还不够资格 硝烟微微抬眼 目光淡默地看了一眼 身前那脸色巨变的老者 嘴角掀起一抹冰冷笑容 掌心半旋 旋即猛然一阵 掌心一阵 一股极其狂暴的可怕劲力 顿时如潮水一般的 在硝烟手掌之中涌出 然后尽数传进那叶家四长老体内 蕴含着一伙的劲道 几乎是催枯拉朽一般的 将四长老体内的防御 尽数摧毁 而且脸色也是瞬间惨白 身体如遭受重击一般的倒飞而去 然后重重地落在 大天一根巨柱之上 一股烟红的鲜血 在众人的惊悍目光中 被喷得出来 望着那吐血软倒的四长老 原本安静地打厅 更是变得死寂下来 即便是心蓝 御守一时忍不住地 掩上了小嘴 一脸的震撼 他以前便是知道 硝烟能够与斗宗强者 一战的实力 但那时候的硝烟呢 也是不可能仅仅一掌 便是将一名斗宗强者 震得吐血倒飞啊 这才一年时间不到 他居然 已经是抢到了这种地步 新蓝目光盯着硝烟 那张默然的脸庞 美目中涌现一抹热切 叶家败落成这般模样 并非是没有道理 缓缓地收回手掌 硝烟瞥了一眼 倒在地上的四长老 然后环顾一圈大厅 摇了摇头 目光转向新蓝 说道 跟我走 新蓝 跟我走 站住 硝烟声音一落 又是两道怒吓响起 旋即两名强者 再度站起身来 这两人 已是大厅之中 两名斗宗强者 实力比起先前那人 强上一些 应该是在三星斗宗左右 这次站起来的两人 倒是并没有 那四长老般鲁莽 而是怒视着硝烟 两人身性一动间 将硝烟的退路 给封堵住 这位小友 这里是我叶家 你无故闯入不说 如今更是伤我 族中长老 此事 怕是有些说不过去吧 虽说 我叶家如今是微 但也容不得 这般被人欺凌 大厅守卫 那位自硝烟出现之后 便是未曾说话的 轻衣老者 此刻终于是 缓缓开口 沉声说道 见到这位 轻衣老者开口 大厅中众人的脸色 皆是微微一喜 作为如今 叶家的顶梁柱 即便如今叶家 越来越没落 但前者 在这单语之中 还是拥有着 不小的名声 先出手的人 并非是我 而且我身有要事 新兰现在 必须跟我走 你若是要追究什么 那现在 可没有时间奉陪 硝烟目光 也是转向 首位的 轻衣老者 说道 这个小子 好空旺 此花一出 那两名拦住 退路的 叶家老者 脸色也是一尘 怒声道 轻衣老者的面色 也数略微 有些不太好看 说道 新兰是我 叶家之人 可不是你说 能带走 就带走的 大招牢 萧炎大哥 便是我所说的男人 有他相助 一定能够帮叶家 再次进入 丹塔长老席 新兰 自是怕叶家 与萧炎之间的关系 闹得太僵 当下 急忙说道 听得新兰此话 那轻衣老者 也是一皱 轩济 略微皱着眉头 看了萧炎一眼 眼中 有着些许失望 如此年轻的年纪 怎么可能真的 如新兰所说 是叶家的拯救者 你不用多说了 此事我自由主张 轻衣老者 淡淡地说道 玄机看着萧炎 又是说道 这位小友 若你真是新兰请来的帮手 那便请暂时 在我叶家多停留一番 也好让我们尽地主之宜 可好 这话说得漂亮 但其含义 却依旧是想要把萧炎给留下 萧炎脸旁浮现一抹冷笑 目光盯着轻衣老者 说道 对于帮助你叶家 我没什么兴趣 若非是因为新兰的缘故 我根本就不想来此处 而且现在我有钥匙 没时间在这里跟你耗着玩 新兰必须现在就跟我走 见到萧炎 丝毫不肯让步 轻衣老者的眼中 也是浮现一抹怒火 脚步缓缓前踏一步 说道 既然如此 那便让老夫来试试 你能否有这本事与资格 欲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 《斗魄苍穹》第1069章 《斗魄苍穹》第106章